will 动词 do 的五个实态 通过它我们看出其他动词 在不同实态中的运用和变化 首先动词原型 do 的话 那就用于一般现在式了 要是 did 用于过去式 要是 be doing 用于进行式 当然了 be 是 am is 用于现在进行式 be 是 was was 是过去进行式 will do 就是一般将来式了 而 have has do 的过去分词 done 那么就是用完成式 来感受一下 我每天放学后都做作业 同学们 这是每天的事 我一般现在式 I do my homework after school every day 看 一般现在式与一般现在式时间匹配 昨天下午课后我做了作业 I did my homework after school yesterday 你看 过去的动词的状态 与过去的时间匹配 感受一下 我现在正在做作业 好 进行式吧 I'm doing my homework now 你看 现在进行与现在的时态匹配 时态 时态不就是动词的状态 与动词所发生的时间 要匹配不就是正确的时态吗 好 一小时后我将回做作业 after an hour I'll do my homework 你看 一小时后和将要做 想匹配 是不是 再看 我已经做到的作业了 I have done my homework already 已经 是不是 牵涉过去和现在 那么用完成时 同学们 你们学费了吗 学费的请打一 好 同学们 如果你要想正本清源的一次性 不走弯路的学好英语 我已经最近两个月了 同学们的一个推荐了 就是我录制了两年零七个月的 叫做难忘的英语语法 全套语法系统评训课程 是从零基础到考研毕业语法 全部都包含的 那么是什么意思 同学们 你要学习的英语的这些部分比较多 什么音标 什么自然拼读 但是语法你千万得学 因为语法是唯一一项 让你能够与指数级别形式 进步浅词造句的一套公式 相当于在数学物理化学当中的公式 你会了公式 你就可以把零碎的单词 把它组合成有序的 并且心中有数的组成正学的句子 来迎合不同场景场和场面的应用 如果你不学语法 那么你就是在胡乱造句同学们 老师我不是打击你 你真的是在胡乱造句 因为语法就是英文潜词造句的规则和规律 你不学规律 你说你背背单词 你最终是不是在胡造呀 规律就是英语的语法 告诉你该怎么造和怎么造是对的 同时还告诉你造错了 那是错在哪了 那么你通过学语法 再通过语法 结合你背的单词 在一块去套用的时候 套的越多越心里面清楚 最终就让你讲一口流利的英语了 好同学们 学英语坚决不能走弯路 下边商品卡可以直接购买 购买后呢 视频是依次购买 应久播放 手机电脑 平板 电视投影都可以看 还是那句话 雄语不能走弯路 同学们 你那些语坚决 有些语坚决